月月的相声现场有多随行 观众听相声被老婆查稿 没想到月月一把接过来 就场还顺带调侃了一点 熟悉月月的都知道 她在台上的表演风格 一直都是渐人渐气 尤其在跟观众互动方面 更是她的强项 手里拿着一本 金瓶梅 大姐你去哪 大姐 我换一本书行吗 你别走行不行 不是书的事 不是书的事 我说的金瓶梅站起来就走 哪是一本哈利波特 大姐 老爸有不了这个 那还是金瓶梅 台下观众的一个举动 月月也能随时杂瓜报告 而这就是月月的厉害之处 不仅活跃了现场气氛 而且还拉近了跟观众的距离 此外在面对观众的搭查时 月月的临场发挥也是一决 你说这怎么办 总是喊退票 总是喊退票 没有一个有志气的 走啊都走啊 你夸站你的扭头就走 扭头就走走啊 我也点个赞给你们 走走走快点 站起来都走走走走 走三千人就凉快多了 吓死你 见过豪横的可没见过像月月这样豪横演观众 这要是主流演员吓死也不敢这么说 而也正是和观众的频繁互动 月月的观众员也好到保 即便是出现了舞台事故 月月也能三言两语化解 今年杭州还是出问题 LED屏 看不清 看不见 LED屏 那个显示不出来 我们两个影像 对不对 不着急 咱们慢慢来 他们正在维修 他们正在调整 你要不要说 大家要是退票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那你尽管可以去退 因为演出商已经跑了 就告诉你们退不了了 再说呢 每年凑都不一样 不挺好 想让我退票是万万不可能的 什么可能 钱到我手里再想拿出去 我的天哪 哪怕是惹观众生气了 月月也有办法很好 刚才我拿这个 大爷和大妈调侃 我们小孩不懂事 拿您开心 也不是拿您开心 拿您抓根 拿您抓根 这是我们的不对 你要是往心里去 就是您的不对了 大妈生气了 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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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理我 我们就是这么没有底气 这都不当事 不得不说月月的 临场反应能力 真的是一举 或许这就是 德云社与观众的 双向奔赴吧 那个保安把门口门关上 不要咱们出去啊 烧饼站在观众席上手 拿蛋糕与观众打成一片 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每一位观众的气氛 都达到了最高点 而这一幕正式发生在 德云社的钢丝节演出中 作为钢丝们专属的节日 在这天观众们 自发准备蛋糕 和德云社演员们一起庆祝 而到了最后的反场阶段 一准变成了蛋糕大战 照片 把这个约约这举起来 搁你牵的爱脸上 过去 对的对的 对的对的 老波挑唆烧饼服了千大爷一脸的蛋糕 而他自己却跑到了观众席 你何曾见过我淘这么开心过 在这一刻全场的氛围完全被调动起来 而郭老师也是肉眼可见的开心 我想起来光演员得了这个不行 郭老师拿着蛋糕直接朝观众席扔去 而在看台下的观众丝毫不介意 个个开心至极 而至此之后每年的钢丝节 就成为了德云社与观众们的狂欢人 甚至在2018年钢丝节中 观众们还背着雨伞来迎接反场的蛋糕狂欢 我没想到你们带着伞来的 太鸡贼了 此时台上台下蛋糕满天飞演员和观众们 互扔蛋糕好不热 而这一幕或许也就是德云社与观众们的双向跟俘 郭老师迟早悔在徒弟们的三句伴手里 德云相声天下阳 师父大爷样样强 带领众徒齐努力 有啊 师父给我一个家 大爷就是我的妈 什么眼神 吃喝拉撒全部怕 大感 一月公司一万多 烟酒 吃住 不愁喝 喝清洗澡都得去 全活 在2011年的德云社十五周年庆典中 烧饼领衔的三句伴差点把老郭气死 作为最早的返场小节目 自这之后三句伴一直都没赶在上面 而没想到时隔12年之后 孟克堂带着三句伴重出江湖 大林相声能力强 藏 综艺影视也疯狂 藏 德云以后交给谁 藏 奔洋 冻冻冻冻藏 冻冻冻冻藏 冻冻冻藏 酒华酒梁 颜鹤祥 藏 他们搭到外边忙 藏 演出谁还没搭到 藏 德纲 冻冻冻藏 德云社三句伴果然是威猛不检 这次直接把公司父子调侃的 而除了在德云社上演三句伴之外 郭麒麟还把她带到了综艺节目中 桃花物理真是好 男男女女不老少 要问关系怎么样 老吵 没人陪我玩游戏 代表作业不好记 那咱来这儿干什么 好CP 大林的三句伴一出台下立马笑开了过 果然德云社出品走到哪都是段子 男人 女人 不讲 知名